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电视后 他才发现有一个不明飞行物突然出现在门大拿 紧接着 学校便拉起了防空警报 所有师生提前放学 空军战机也在上空急驰而过 回到家后 路易斯继续关注着事态的动向 他也从新闻中得知 共有12艘外星飞船降临地球 而就在第二天 一位自称微博上校的军方人士突然找到了路易斯 因为路易斯两年前曾为情报处做过出色的翻译 所以上校给他播放了一段外星人的录音 希望他能翻译出其中的语言 路易斯对录音内容感到吃惊 但他还是告诉上校 想要翻译外星语言就要让他前往现场进行交流 于是就在当晚 上校便让路易斯立刻收拾行李 随他们一同前往门大拿 在军方的飞机上 路易斯见到了物理学家伊恩 他们将一同前往外星飞船中执行任务 经过短暂的飞行 路易斯终于在一片沉雾形成的海啸云中 看到了这个被军方称作贝壳的巨大外星飞船 他犹如一座黑色石碑 静静地悬浮在空中 而路易斯与伊恩在经过了一系列的盘问与体检后 也随即穿上防护服 乘坐专车抵达了外星飞船的下方 通过升降梯 他们来到了飞船底部的一处开口 然后又缓缓升入了外星飞船的通道内部 随着升降梯继续上升 四周的重力突然出现了异常 几个人的身体都漂浮了起来 他们也随即跳上了飞船通道的内壁 而在路易斯紧张的呼吸声中 他们终于来到了飞船的中央 这里有着一面透着白光的木墙 木墙内部慢慢出现黑雾 并逐渐凝聚 紧接着 长着七条腿的巨大外星生物 便显现在众人面前 让第一次与外星生物接触的路易斯 既好奇又恐惧 任务结束后 路易斯马上分析了外星人的声音 但他根本理不清思绪 于是在第二次任务时 路易斯想到了使用视觉辅助 以书面语言的形式来完成与外星人的沟通 他的努力很快就有了收获 外星生物随即在木墙上 喷出了一个奇怪的环形图案 他就像一幅泼墨画 不停地变换着 路易斯看到外星人有所回应 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接着 他又准备向外星人自我介绍 但不料 对方却无动于衷 而路易斯看着一旁活跃的小鸟 突然脱掉了身上的防护服 并决定用最真实的面目 与外星人交流 他甚至直接将手触摸在木墙之上 而这次 他得到了外星人的明确回应 伊恩健壮也脱掉了防护服 并向外星人自我介绍 在路易斯与伊恩的共同努力下 两个外星生物也似乎喷出了他们的名字 这样路易斯与伊恩都开心不已 但就在这次与外星生物近距离接触后 路易斯的意识里 却突然出现了一些不知所云的记忆 随着破译工作的进行 奇怪而又真实的记忆也不断向他涌来 与此同时 世界各地的外星飞船仍然悬浮在原地 这些飞船不产生垃圾 不排出气体 也不向外辐射 没人知道这些飞船 为什么会选择降落在那些地点 但好在路易斯的破译工作 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他们发现 外星人的语言并不受时间限制 是一种不分前后的非线性文字 外星生物可以在两秒钟内 写出一个极其复杂的句子 而人类则需要一个月 才能做出简单的回复 另一边 因为外星人的照片被人偷偷公布 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极端情况 网络媒体更是危言耸听 叫嚣着要与外星人开战 这些观念甚至开始影响一些 正在执行任务的士兵 而在工作的路易斯 也越发地感觉自己有些异常 越来越多未知的记忆 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之后 伊恩与路易斯聊天时 提起了萨皮尔沃夫理论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的语言习惯 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 同样 新的语言也能重构一个人的大脑 这样的谈话让他陷入了沉思 由于破译工作进展神速 路易斯也渐渐能与外星人 开始简单地沟通 而就在他询问外星人来地球的目的时 对方却告诉他为了提供武器 这样的答案让军方瞬间紧张起来 可路易斯也告知上效 有可能外星人误解了武器与工具的区别 于是路易斯与伊恩再次进入了飞船 并开始询问外星生物提供武器的具体含义 但这次 外星生物却带着路易斯一起书写了外星语言 接着他们还一次性喷出了无数文字 只是路易斯与伊恩并不知道 两人身后其实有着一枚炸弹 原来有几名士兵受到了媒体的蛊惑 对外星生物充满了敌视 并准备炸死他们 好在关键时刻 其中一个外星生物将路易斯与伊恩推出了舱室 挽救了他们的生命 在爆炸事件之后 外星飞船便攀升到了离地面更高的位置 与此同时 中国已经向外星人发出了最后通牒 如果外星飞船不在24小时内离开 他们就会发动进攻 而部署在门大达的美军也收到了上级指令 让他们全军待命 随时准备战斗 另一边 路易斯与伊恩面对满屏的外星语言 丝毫没有头绪 但路易斯却再次陷入了未知的记忆中 在那段记忆里 他的女儿向他询问双方共赢更专业的术语 可他却并不知道 而这时 路易斯突然醒来 他惊喜地发现伊恩已经有了重大突破 原来他们所获取的只是完整信息的12分之一 外星人的意图其实是想让人类互相合作 破解这些信息以达到共赢 伊恩告诉军方 更专业一点的术语就叫飞灵和博弈 而这却突然触发了路易斯的记忆 他也顺利将这个答案告诉了女儿 接着 未知的记忆继续浮现 一个小飞行舱 一段迷雾中的经历 路易斯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随即走了出去 而这时 高空中的飞船真的发射了一个小飞行舱 路易斯步入其中 小飞行舱便缓缓升空 并将它带到了木墙之内 路易斯也终于见到了巨大外星生物的全貌 简单的询问过后 路易斯得知 另一个外星生物为了救它们 现在已经奄奄一息 而对于路易斯想要寻求的帮助 外星人则告诉他 路易斯自己就有武器 使用武器便能化解危机 这使得路易斯更加费解 他又急切地询问外星人来地球的目的 而在黑色烟雾般的语言中 路易斯终于明白 外星人的目的就是帮助人类 因为在3000年后 他们又会需要人类的帮助 而这时 路易斯的脑中又出现了未知的记忆 正当他万分疑惑时 外星人又告诉他 路易斯能看见未来 武器能打开时间 接着 外星生物便消失在了迷雾之中 路易斯也被传回了地面 而外星飞船却突然动了起来 由于世界各地的飞船都开始变换姿态 于是在中国的带领下 很多国家都准备向外星飞船进攻 大战也一触即发 而这时 路易斯所能遇见的未来却开始不断涌现 他看到了未来 自己写的有关外星语言的书 看到了自己分析外星语言的演讲 刹那间 他的记忆不再受到时间的束缚 未来与现在进行了连接 路易斯也瞬间就读懂了满屏的外星语言 也领悟了其中的奥秘 原来 外星人所说的武器其实是馈赠 而馈赠就是他们的语言 学会了这种语言 人类就能看到未来 但军方却让所有专家全部撤离 似乎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而这时 路易斯再次看到了未来 中国的商将军 在18个月后与他会面 并把自己的私人号码告诉了他 得到了新的启示 路易斯随即便偷走了军用电话 然后马上与商将军建立了联系 虽然一开始 他并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但未来的记忆却引领着他 说出了商将军夫人的遗言 战争不成就英雄 只会留下孤儿寡母 最终 商将军被路易斯打动 立刻解除了戒备状态 很多国家也紧随中国的脚步 开始分享他们所获取的外星语言 并准备通力合作 将他拼凑成一个整体 而此时全球各地的外星飞船 也再次启动 然后慢慢消失在了云雾之中 而路易斯也逐渐看到了未来的一切 他与伊恩因为这次经历走到了一起 还有了他们的孩子 路易斯为女儿起名为Hannah 这是一个如同外星语言的名字 是一个非线性的回环 但同时路易斯也预见到了 他的女儿将会患上绝症 预见到了伊恩因为无法承受 而选择了离开 可即便如此 路易斯依然选择面对这一切 因为他明白 如果他的一生都是注定的 那他所能做的 就是接受这不可阻挡的命运 并拥抱这一路上所有的欢喜与悲忧